这一钓浅一点马上种 今天来到湖南常德的一个水库 本身我看天气日报是阴天 我想到这里来钓草鱼的 一到水边天气好热出太阳的 我决定改钓莲蓉 看我6米3在这里能不能钓到15斤以上的莲蓉 找到一个特别好开这个耳的方法 这一把耳倒的旁边 240毫升的一个杯子 满杯 1 2 3 4 4.5 快速的搅均匀 好那一推一摇放着不动 这三分钟呢 差不多先把这个耳像这样 先这样先把它抖开 抖开 我现在准备开始钓了 但是我是从2米左右开始钓起 就刚才测了一下 这个水深大概有4米 有4米就可以钓莲蓉 刚开始就是捏这么大的团子 专门捏到上钩 就是下去20秒钟之内 不吃就抽 这个季节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鱼抽过来 就是很幸运的了 我是一边抽就一边调瓢啊 就是这个耳你每次捏差不多大 你再抛下去以后你就看是几目 耳带的一个耳带的上钩的时候 如果每次录出来都是三四五六 三目也可以四目也可以五目也可以六目可以 到了这个情况 漂就调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是 这五目 五目这就可以了 这漂就调的差不多了 因为你耳也不可能每次捏一样大 你捏大一点它可能就是三目两目 捏小一点就是五目六目 这个不影响 这是湖上湖下的 蛮小的动作 蛮小动作 像屋子来雨那样的 我自己都在哪里 这就像是两目的 这就是这种 但是你比如说 我把这种增的小动作 我那样就有看 你觉得这样就会被与一下 我什么就会被判断了 我说担心是三目的 我说不离呢 我说不离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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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浅了就练干了 这鱼真是风了 哎呦 这几大劲 这都正嘴看得没 哎呀 这个胖啊 体型好啊 鞋子大声没有 我让你们看一眼啊 好在鱼还没跑 好在鱼还在 还没跑 鱼还在 还没跑 鱼还在这儿呢 鱼还在看一眼 鱼还在这儿呢 这鱼还在这儿呢 好了看一下鱼货 没有钓的我想要的那种大花莲 都是钓的白莲 哎呀这好多 提不起来